先进一下我们的帮忙 在我们讲的过程中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在我讲话里面 已经接下来要讲到那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们讲这个 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跟着我来做 然后用你们的心去提出钱 首先让我们来摸摸自己的头 不然是从头开始 所以一定要摸一摸自己的头 摸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捏捏自己的耳朵 哎 厉害同学 捏捏自己的耳朵 捏捏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就不想听我讲了 行 我们再来摸摸自己的眼睛 摸摸自己的眼皮吧 应该没有就开始上下眼皮打架了 好 我们再来摸一摸自己的鼻子 看看自己的鼻量骨有多高 好 我们再摸摸自己的嘴巴 然后吃饭擦嘴了吗 没有 我知道现在是哪一拉 行 然后再扭扭自己的脖子 然后伸展一下自己的手臂 好 那再摇一摸 接下来我就不示范了 你们摆摆那个臀部吧 记住了 有臀部这个耳朵 待会儿有啊 好 我们再摆开自己的大腿吧 然后再做一个新闻解决中吧 你们现在很幸福吧 如果感到幸福就多个脚吧 好 行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跟我们的身体不为近 做了一个小小的亲戚 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走过 经过了哪几个部位 从头开始 随着头 脖子下面是什么 脖子下面是什么 手臂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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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到这来一边 从脚开始做起 脚 脚 大腿 股 腰 手臂 脖子 嘴巴 鼻子 眼睛 耳朵 头发 好 请坐 接下来要记得信息能运用部分会决一样东西吧 能够记住12星座顺序旭名声的同学系局上 看来只有少数几位同学 那么你们是不是就跟这两位同学 或者说这两位同学跟其他同学 少了一个共同话题了 不能聊星座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将这十二星座 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给记下来 那怎么去记呢 刚才我跟大家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运动 现在我们就用身体的部位 来把它给全部记住 首先还是进行第一步吧 对手要记忆的信息 进行联想加工 那么看到白杨座 你们能够想到什么 看到白杨座想到什么 也没想到哪一样的 我都不想一样的 我不看这个 我主要是 就是我有时候会教一些小学生 他们一看一看一说到羊 他就跟我说懒男羊 我说懒男羊长啥样啊 所以我看到白杨座 可能想到了 也会想到羊脚的 也会想到他 是那种白白胖胖 然后他的毛是卷卷的那种形象 对吧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 跟我们的头联系起来 能不能想 啊 很好 我听到了 就是我们的头发长得白白的 圆圆的 就像长那一口羊毛 对吧 好 行 记住了 我们头上长的是羊毛了 这就是白羊座 然后接下来看到金牛座 说到金牛座 我们可能就不只用金牛两个字 因为后面做都是做嘛 然后金牛你们能想到什么 对 就是金牛它很突出的课程 就是它的一堆脚 是不是 那么脚弄不到 我们接下来要用的是马耳朵来骑它 对吧 怎么去有点想 给它给一点小小的提示 牛脚都是长在头的两侧 对吧 对啊 想到的吧 就是我们也想到我们的鸣美网组 我们也长了一堆牛脚 那就是成群梦王啊 或者说从我们的耳孔里面 就延伸出来一堆脚 那么也就是一堆牛脚 好 记住 那么接下来是双子座 双子能想什么 双胳胎 或者因为它竟然是双子 我们的眼睛正好就像两颗猪子样的 对吧 所以双子 双子做 巨蟹 想到什么 一只很大的螃蟹 一只巨大的螃蟹 很好 那么螃蟹它最出售的部分是什么 双子 对吧 那好了 那跟我的鼻子怎么联系 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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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子